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百分之七十七成以上的学生可以自备载具 然后就怎么办呢 我们教育局会给这些加入计划的班级跟学校 更多数位设备的资源 这当然我相信以市政府的讨论里面一定有它的好处 但是我在这边要跟市长跟局长讨论的是 这件事情必大于力 原因是什么 一个弱势学生会被标签化 虽然经济弱势的学生他不用算进 我们自备载具的那七成的学生里面 但弱势学生怎么办 他变成他要去跟学校借公用载具 市长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的营养午餐补助 我们的冷气费电费补助 是怎么去申请的 是学生可以去跟学校拿申请表格 自己去宠物处教 我相信任何一个学教育的人都知道 弱势学生 经济弱势学生 要避免让他们被标签化 在弱势学生去跟学校借公用载具的 这一连串的过程 其实就会让他们被标签化 会让这些弱势学生的身份被凸显出来 还有什么问题 增加我们的同裁压力 增加霸凌的风险 这是其一 其二呢 我们这样子的政策会扩大贫富差距 什么意思呢 这个政策就是说 你如果一个学校一个班级 你如果有办法自备载具的学生数够多 我市政府就会加大 投注在你这间学校或是班级的 相关的数位设备 对不对 那这样子就会变成什么状况 富者越富 评者越评 我今天如果学校或班级里面 能够自备载具的家长或家庭 就已经比较少了 那不好意思 我这些相关的数位学习的补助 反而更难得到 反而是那些已经够有钱的学校 它可以得到我们教育局更多的补助 完全是让学校更M-X化 更扩大贫富差距 我相信这不是教育的原则 这也不应该是教育者的去施行教育的方式 教育应该是不论你的出生背景如何 不论你家庭的贫富如何 让小朋友在一个公平的环境成长 这才是教育 接下来大幅增加家长负担 如同刚刚市长讲的 你也不愿意花三万元去买课本 但是今天如果课本变成载具 就等于是家具我们家长的负担 它变成他要自备载具 不然他小朋友会在学校被标签化 会感受到非常大的同财压力 所以我在这边有我们的诉求 我们应该取消 自非载之的是 它的体系上面的限制 应该以学校提出数位教育的内容为主 来去进行我们相关数位设备的服务 而且应该要好好地去谈点 不要用学校负责日付清设计给市场好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